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漢字的美是他們的邏輯 每一個漢字的每一個構件 都有一個相信文字的來源 每一個漢字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中文字詞》 《歷史文字詞》 我的名字叫《歷史文字詞》 我的中文名字叫漢字叔叔 我是美國來的 我對語言很有興趣 我的目標是要找到每一個漢字的 每一个构建的相形文字的来源 我想知道它的本乡 本义 跟它的演变 这样子的每一个汉字都是合逻辑的 这个是关 这个是B 这个是转定字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思考 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想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文 这个有两个部分 然后你拉起来 这个放在一个洞里面的 然后会关闭这个门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转定字 可是大部分人不会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想学韩语 我不能在美国学 我必须去一个讲韩语的地方 所以我18岁的时候我要跑掉 我拼命工作 我洗盘子差不多一年 然后我赚了够的钱 买一个单身飞机票到台湾 2011年来中国大远 这个是一个冒险 我都没有朋友 有点怕 你只要想办法 你要往前坐 中文中文有一个特别的 他们有汉字 其他的语言都是有字母 如果我学西班牙话 我是德文或是俄文 很多的字 我可以猜出来是什么字 中文完全跟英文完全不一样 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不是一个四级硬碑的人 所以我想理解汉字的相信文字的来源 有很多的书是吸收汉字 还有很多的专家也是有不同意的观点 我发现如果要真正的理解每一个汉字 我必须做一个书主库 1990年 我决定我要电脑化汉字 我的书主库有 差不多十万个古代汉字 加个文 经文 传听词 这个是我的右手 你看这样子 右来的右 这个是什么字 两个手 手拉手 这是朋友的用 这个会变直的 然后这个变 这样子 我常常说 不管你在哪里 如果你有朋友 你好 我去了中国的 差不多二十个省 西藏 新藏 内蒙古 海南道 我在天津呢 我是走家庭教室 北京师范大学 给我一个工作 我在那边叫我无力 我的Facebook上 我已经写了一千多个故事 最近的二十五年 中国改变很多 我这是要给我的 外国的朋友知道 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 四十落实 为物德行 在两千一年 突然很多的中国人 发现我的网站 一天之内 有六十万个人 来我的网站 然后有几千个人 写信给我 有一个人 他叫我 汉子叔叔 我觉得好听 我很喜欢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就是汉子叔叔 我的网站是英文的 所以有差不多一半个 还是外国人 有的人是学汉字的 详信来源 有的是学义经的 有的是书法家 我不要做广告 我的目标是要让世界的 全部的人 免费的看我的网站 1994年 我突然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心脏病 我差不多死掉 每一个小时 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再活一个小时 过了一个月 我开了第一次 手术 然后我复活了 可是我不知道能 活多久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不能浪费一天 如果我确定 只能活一年 我想要点到话 收文杰子 一直到现在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味道 它的特殊 现在南京是我的家 我现在可以在这边 读汉字 那个电脑的技术 也是越来越发达 也加到一个路卡 所以我现在在南京 我很开心 我不觉得 我是特别的人 虽然我得到一些奖 可是 我不能觉得 我都知道 或是 这个是最高的 活到老 学到老 我在河中 看一看 我还能们 和我家 学到老 学到老 都吗 我还能 都不得 所以我